哈喽,小伙伴们好呀,欢迎来到红豆影视,我是你们的朋友叶子,今天给大家带来一点不一样的东西,一部韩国爱情电影《人间中毒》,咳咳,准备好了吗?开网幼儿园的班车,发车啦! 故事发生在越战期间,男主振平是一名骁勇善战的韩国军人,有个贤惠能干的妻子舒贞,两人结婚多年,却一直没有孩子,这天正赶上舒贞的排卵妻,拽着振平就开始干活, 晚上后,振平独自一人出来冲闷烟,寻着鸟生来到了一家有鸟笼的门前,在这里偶遇了一个容貌出众,略带忧郁气息的大妹子,只一眼,振平就对这个新来的妹子上了心,她可跟大院里那些个雍之俗粉不一样,振平自从回国后得了精神病,还警告医生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她的病情,教育队的队长得了精神病,那可得了,这天为了宣传部队后勤处,舒贞召集了小姐妹们摆拍照片, 咦,这不是作为养鸟的妹子吗?妹子姓李名湿湿,是振平手下大胃的老婆,鸟人谁也没提之前偶遇的事 嘿嘿,不用问,肯定有事,热情的舒贞一来就向湿湿问好,突然,一个发了疯的病人拿起刀就要挟持舒贞,眼疾手快的湿湿救下了舒贞,自己却被抓住了,振平一看,哟哼,竟敢动我看伤的女人,不想活了吧? 在打斗过程中,病人开枪打中了湿湿,振平紧张的抱着湿湿,急切的问,没事吧,没事吧?可人家湿湿淡静的很 我的耳环不见了 第二天,振平带着鲜花来喂喂湿湿,他还找到了湿湿那只丢了的耳环 你能帮我带什么?振平虽然嘴上说着不太好吧,身体却很诚实,看这紧张认真的小眼神,你那天就我的样子,真迷人 哎呀呀,把振平撩得不要不要的,整天魂不守舍,满脑子都是湿湿,大卫邀请振平一家来野游,趁着四下无人 我总是想起,那天你来医院看我的事,一想起就很开心,振平更直接 我也是,我整天都在想你 嗯,试试我给个定情信物了,二话不说,就把打火机放进了试试包里 此时气氛正好,可是大白天的,再急也得缓一缓 不过话说,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试试和振平这么明显,大卫不觉得自己颜色不对了吗? 在一次盛大的晚会上,来了很多部队的高层领导 大卫特地给老婆定制了一身红色漏肩旗袍,来给领导献殷勤 领导一眼就相中了,主动要和试试跳舞 虽然时时不情愿,可大卫一个劲的说,没事快点去吧,跳个舞而已嘛 旁边的振平看不下去了,你这脏老头子,休想动我女人 奈何他人为言轻,啊,你这闲出手摸哪呢? 于是振平来到卫生间调整心态,这时时时推门进来了 两人再也控制不住躁动的心,抱在一起,疯狂的啃了起来 可惜门外的敲门声打断了二人,只能草草结束 不知是大卫真的傻,还是书贞真的瞎 两家人又聚在一起了,趁着书贞和大卫走开的空档 振平和诗诗传起了纸条,想约第二天去教堂私会 振平载着诗诗开车走了,外面大雨倾盆,车内两人可都是内心火热啊 我就不详细描述了,想去开车的小伙伴自行下载哦 这次的野外开车之旅圆满结束,有了第一次就想有第二次 振平想办法把大卫派去出差,可怕大卫高兴坏了,要出去好几天呢 穿着一身绿衣,头戴一顶绿帽的大卫,就这样开心的走了 他前脚刚走,振平就来敲门,可诗诗迟迟不开门 这一句欢迎的把是玩的溜啊,还把振平的打火机还了回去 这之后,振平更是忘不了诗诗的模样,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去找诗诗 两人经过简短的撩骚后,来到了诗诗的床上 我整天幻想着,能和我爸在这个房间独处呢 然后就... 此后两人越来越频繁,一起跳华尔兹,一起拍照 一起去海边,更重要的是,一起开车 两人能玩的,都玩了个遍 这天,振平陪着诗诗去看望生病的母亲 老人一眼就看出两人有事 临走前,婆婆拽住诗诗说 我的儿子是渣男,嫁给他,委屈你了 你要是爱他,妈妈支持你 回去后,诗诗觉得对不起妈妈,便对振平说 咱们以后还是不要见了吧 说完就走了 不久,振平会有精神病的事被报了出来 而他也被停了职 曾经献殷勤的人开始嘲笑他 可这时,书贞突然告诉振平 他被升职成中将了 还是总统亲自提拔的呢 之前还嘲讽他的人,又都围了上来 庆祝他的升职 书贞还带了另一个好消息 我怀疑了 不得时喝多的振平出来找独自一人的诗诗 我要带大卫一起去首尔 诗诗说我不去,我不想跟你见面 说完便回屋了 可振平去崩溃了,彻底失了理智 他冲进屋子当着所有人的面质吻诗诗 你为什么要让我爱上你,为什么扔下我 唉,两人的事是瞒不住了 场面乱成一团,只有书贞默默流着泪 时候振平又来找诗诗了 你还爱我吗? 爱,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越南的郊区吗? 我还没到放下一切去爱你的程度 可我没有你不能活啊 说完就对着自己的心脏开了一枪 还好这一枪打歪了并不知命 两年后有个士兵来找诗诗 现在的诗诗已经是个高高在上的官太太了 当年治愈后的振平去了越南 却在作战中不幸身亡 身上只有这张合影 死前是看着这张照片走的 诗诗拿着照片痛哭流涕 我为了你可以命都不要 而你却活得如此潇洒 哼,女人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还想看什么样的故事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不想错过更多精彩节目 就请订阅点亮小铃铛 感谢你的评论点赞和分享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